聖女小德蘭很小的時間 兩歲多 她經常問媽媽 媽媽,你什麼時候死? 媽媽聽到什麼事?你想我死? 媽媽,你有沒有跟我們說過 只有人死了之後才可以升天堂 天堂是永福的地方 我很希望你得到永福 所以我希望你早點死 媽媽聽了之後 都不知道怎麼跟她解釋 很奇妙地 這個小德蘭的媽媽也是早死的 在小德蘭三歲多的時間就死了 我們很多人都怕死 怕在哪裡呢? 其中一個怕的理由就是我們不知道去哪裡 今天主日耶穌的福音正在答這條問題 要去哪裡呢? 耶穌說,我去的地方你們會來的 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預備好之後我會回來接你們去的 你們知道那條路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其實走哪條路去什麼方向 就是走耶穌的路就會知道那條方向 有兩位男士不相識的 他們一起經過一個馬路口 中間有個安全島小小的 預備等過另一邊的馬路 誰不知那時候有輛巴士經過 轉彎了 轉彎的時間可能司機看得不準 那整個車就壓上了安全島那裡 那這兩位男士都撞到了 一個死了 另一個重傷 重傷的那個男士呢 整家人都來了 那他有個女兒的 這個女兒十五六歲 正是一個反叛的時間 那他看到爸爸在床上 整面都是沙布 哇,他真是非常之激動 他走過去了 他知道爸爸是沒有生命危險 那他就捕在爸爸那裡 抱著爸爸在那裡哭 他說,爸爸 我知錯了 我以前呢 就沒有好好來到去孝順你 我以後 我會很珍惜我還有的時間 爸爸 你給我機會 第二邊 另一個的 叫做傷者 不是傷者 死了 哇,她的女兒知道 爸爸死了 這個女兒和那個傷者的女兒 差不多年紀 那她哭得真是發狂 在走廊那裡哭得結束了 但是坐在地上 不斷在那裡問 為何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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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可以把爸爸還給我呢 生命就是個無常的 同一個交通意外 一個死 一個傷 究竟是誰死誰傷呢 不是你決定 是天主決定的 那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好好去準備 因為耶穌為我們預備了地方 我怎樣去準備行這條路呢 人是一個立體的人 他整個人要好好準備 立體就是說 向內的福度 就是好好修養自己 向外的福度 就好好去待人 向上福度 就是我們怎樣虔誠是主呢 這樣一個人才正是立體地 預備自己去走你這個永生的路 應該要去做到今回像的信用 例子 我現在可以開始了 你會不會做到 在那個時候 還是說 變成話 其實當時 你會做到